你覺得是學習的? 你覺得是學習的? 那學習我覺得是永遠學不完的啦 對 你覺得是學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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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開課時間方面 比較接近我那時候去選擇 然後還有就是價錢 還有就是 我有去問他們一些相關的訊息 然後他們也提供比較仔細的回答 然後我就覺得 那就來這裡選 其實老師他們 包括櫃檯的老師們 他們其實真的都蠻用心的 因為 以我的個性 補習一半要壓住我是不太容易的事情 我以前就是很 讀書的時候的話 補習我就是很喜歡俏課的那種 可是遇到馬卡威老師 我就 我從頭到尾不敢教半堂課 對 第一個 因為我真的覺得 他這堂課教出來什麼東西 是不是 剛好就是我不會的 或者是說 他會不會 會不會教了一些什麼東西 剛好是我需要的 就是我覺得 這個專業技能上的老師 他本身就很強 對啊 然後 這也是讓我 很佩服他的地方 然後 他對我的影響 我覺得 不是說 單單只有在 頭一這方面他的教學 那 他課堂上 他除了 專業知識的教學 然後立體的補充也 真的很豐富 對啊 然後 我覺得最重要是 除了這些之外 他把他 工作的經驗也好 或者是 有時候他也會講一些道理 給我們聽 就是有參加比賽之後 我也很深刻的體會到說 老師其實 很難得就是有補習班這樣子的老師 會對學生提出這麼多的關心 關懷這樣子 對啊 因為 其實我自己對人力銀行 這方面應徵工作 也不是很熟悉啦 然後 我就覺得人家找工作很容易 然後可是我每次都被打槍打得很嚴重 其實我當初在選擇的時候 我就知道補習班有這一塊 那我也想說 利用這一塊的資源 試試看 可不可以 真的幫我找到我理想 或是我想要做的工作 對 那在結訊的時候 剛好 風雨分校他們也知道說 我有要找工作的方面 對啊 然後在蘇老師的幫忙之下 欸 他真的很神 對啊 就 電話啊 反正 一天他是希望我投30家 我可能只 丟幾家我自己滿意的 對 但是其實回復率都還不錯 對啊 然後再短短 我記得兩個多禮拜吧 就 找到我自己想要的工作 做品名字就是台鐵的那個 1比80 EMU800電連車的模型 那個算是我前一間公司我有結束到一個作品 就進去跟結束的時候剛好都有碰到這個東西 然後加上其實我本來想利用這個作品去應徵相關的工作 因為台灣有這樣子的模型公司 那可是後來其實不是這樣子 但是我覺得這就是一個過程 至少我有去完成 我也一直不懂說為什麼非得要用1比1 不能用縮小版的 可是真的實際上後來我也覺得老師說有道理 因為你用1比1的話 也許很多單位我沒有辦法去取得 但是至少是說它是符合真實性的一個東西 但是我縮小了之後很多東西也跟著縮小 但是我卻不知道它的變化出現在什麼地方 其實當初參加比賽真的是沒有想過說要不要得名的這個問題 我只是想說可以藉由這個機會 第一個是看可能就是看可不可以再學到一些東西 學到一些經驗 然後第二個是因為比賽的過程剛開始就好像學生在考試的時候那種感覺一樣 你還沒到考試前大家都在玩或是鬆鬆散散的 對可是因為我們為了要把作品修得更好 那我一天可能花8到10個小時就是一直在畫或者是一直在修改東西 因為時間越來越緊迫 可是我們卻發現我們有很多很多的問題要去解決 甚至於有很多的東西是都不會 對啊 那這時候就像老師他上課的時候也會常跟我們講說 同學之間要彼此認識 彼此互相扶持幫忙 對啊 這也是我覺得 參加這個比賽我沒有去想到我可以得到的東西 就 然後把彼彼再練到更好一點 對啊 這也不是笑話 因為去工作之後你才會知道說 這裡教的是一個基礎 對 那其實任何一套軟體 包括你去房間買書也一樣 基本上都是這些東西 那實際上真的唯有你去接觸到工作之後 你才會知道說你要缺了什麼東西 或是你有什麼需要加強 謝謝 謝謝 謝謝